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被老师发现了她经常允熄的某种条状物 我说的是香烟 果不其然 为了保护自己的三个闺蜜 女主主动顶纲 被惩罚无限期休息 之后女主有点想不开 就用塑料袋包住自己的头发来惩罚自己 哎呀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仪式 咱们大老爷们也不太懂 是吧 母亲呢 为了女儿成绩有所起色 带着女主来到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培训班 虽然女主的基础已经不能用差来形容了 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 我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方向分不清 是她根本就不知道南在北的哪个方向 但是眼镜老师倒并不惊讶 反而仍然能从女主的身上找到闪光点 这让女主第一次体会到被人夸赞的感觉 也渐渐对学习有了一丝的兴趣 眼镜老师也是有拦心 不管手下的学生基础有多么的差 都能鼓励她们一点一滴的学起 逐渐的女主和姐妹们的娱乐活动中 竟然也还认真地学习起来 而家里父亲的钱几乎都花在了女主弟弟的身上 一心培养她成为职业运动员 其实啊 眼镜老师也是个插身 从小被老师歧视 之后靠着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好 因此她肯定也不希望这些学生 因为老师的评价而自暴自弃 母亲为了让女儿能上更多的补习课 还专门借钱交补习费 这样一来 女主只有更加卖腻的学习来作为回报 而女主的三个姐妹们也被她所感染 在澡堂子里面支持她 哎哎哎 那个明明小时候可爱的三姐妹 怎么进了澡堂子就幻灭了呢 洗个澡妆就掉了 果然日本化妆术是四大邪术之一啊 另一边 女主弟弟长期被逼打棒球 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自己根本就不是职业选手的料 完全是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态给逼迫的 这一变故也影响到了女主 再加上模拟考试的成绩 上那个大学仍然遥遥无息 女主变得有点绝望 独自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女主的弟弟啊 认为女主跟他班级班俩 都是插身 有什么资格教育他 啊 这样一来还真的深深的刺激到了女主 女主决定非要考上那个 等同于清华北大级别的大学 另一边 经过儿子上次的呐喊 女主的父亲呢 也明白自己确实做错了 不该将自己的梦想强行夹在儿子的身上 考试当天 父亲也亲自开车送女儿 这辆车当初是为了儿子训练才买的 女主身为他的女儿第一次做 你们说这个中男轻女到什么地步去了 随着女主的不懈努力 成绩有了巨大的进步 考上的几率已经从不可能到有可能 第二轮考试 女主喝了咖啡有点拉肚子 结果严重影响到了考试的状态 不过凭借眼镜老师之前 对自己写作技巧的教导 女主还是考上了这所大学的另一个科系 女主就这样一个被老师嘴里称作垃圾的差等生 考上了亚洲排名第23的大学 之前学校老师呢 也兑现承诺 围着学校裸奔 内心非常的不甘心 白眼女主肯定是开什么会员贵族了 女主拿着录取通知书 坐上了开往东京的列车 希望的阳光从窗外投射进来 而那个眼镜老师也在路上给他挥手道别 为他感到骄傲 毫无疑问 女主从此揭开他人生的新篇章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来的 这也让我想起了自己学生时代 也一样被老师称作垃圾 其中对我评价最高的称我为 扶不起的恶斗 为了祭练他们的称呼 所以我取名叫做恶斗 归来了 每个人的人生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绝对不是在任何人的评价当中 快快订阅及关注恶斗归来了 获取更多的电影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